我們今天可能就針對這個MONA-E 它的背景呢 它的一些研究設計 以下的結果 還有相關一些有效安全性的部分 來跟大家做個介紹 第二說 其實我們目前有很多藥物可以使用 但是荷爾蒙素的陽性 這種早期的一些乳癌來講 雖然是喝吐沒有過度表現 但是它只有20%到30%的病人 在追蹤過程中會陸續復發 哪些是它的危險因子 包含說這個淋巴解轉移比較多 或是說它K67比較高 或是轉移比較大的情況之下 我們認為等於這些病人是屬於相對講是高復發風險 那我們既然已經知道這些高復發風險了 已經使用過這麼多藥物它還是復發了 那有沒有更好的一些藥物選擇 可以讓這個風險降低 也許是許多臨場試驗的專家或是醫師 希望能夠去解答問題 那建立CDK46這個藥物 在那個轉移性乳癌病人 它得到一些這麼好的一個效果 所以就想說我們在因為早期乳癌治療 上面是不是可以看到效果 大家知道說一個藥物的研發 常常都是從轉移性的一個疾病 開始先試用了 因為轉移性乳癌病人 或是它通常的除活時間比較短 不管這藥物有效或沒有效 很快就可以發現了 那在輔助性治療裡面 因為這病人都活很久 你要經過比較長的追蹤 需要比較多的病人 才可以看到這個療效到底有沒有效 所以通常都是等轉移性的病人 證實這個藥有效之後 才用在輔助性的一個治療 那當然這個過去有很多藥像 像艾魯氏啊 GID 跟節癌瘟 這三樣藥物都有在嘗試使用在輔助性 早期乳癌的治療 不過只有這個節癌瘟 它的MonaE的營養試驗 有看到一個比較好的結果 所以為什麼在輔助性治療這一塊 目前好像都只有討論到節癌瘟 是這個原因的 那這個MonaE是一個全世界多中心的一個臨床試驗 然後可以說它收到5600多個病人 有大概38個國家收案 代表說這是全世界的一個資料 它的可信度是相當的一個可靠的 那這個臨床試驗 我們在看研究的時候 都要去理解說臨床試驗是怎麼收案的 它收案就是說 是說這個荷爾蒙座的陽性喝吐沒有過度表現 淋巴結有轉移的高風險的一些乳癌患者 它收案就是說它是有四顆淋巴結是有轉移 或者是說你有1到3顆淋巴結轉移 但是有下列這個條件 第一個說你是組織分級是屬於第三級 或是你K67是比較高大概20% 那組織分級跟K67 這個都反映的是一個細胞分裂 以及生長的一個風險 那這兩個指數越高 代表說這個疾病復發的風險就會增高 另外一個是腫瘤大於5公分 一般講我們腫瘤的期率是說 小了2公分是第一期 2公分到5公分是屬於第二期 那如果腫瘤大於5公分來講 你是K67的第三期 其實腫瘤大小也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預後因子 所以目前來講 就把這些列為是高風險的 一個治療的一個風險 所以我們知道什麼叫乳癌的高風險 就是說你一般解轉移4顆以上 我們就認為是高風險 或是說你是1到3顆以上 但是有組織分級大於3 只算你是第三期 K67大於20% 或腫瘤大於5公分以上 我們就認為是高風險 如果說你在臨床上看到這個患者 大家要小心說 這個病人是比較高風險 一般我們臨床試驗是 就是把它隨機分配 這是以一個1比1的比例 就是說 目前標準的一些荷爾蒙治療 就是照醫師認為是標準去來治療 給他5到10年 或是說我們在標準的治療情況之下 同時加上這個疾癌 他也是給150毫克 早晚吃這樣子 他給2年的一個治療 來希望了解說 到底這個治療上面有什麼差異 一般我們臨床試驗都會希望說 這兩組的病人的分布 是很平均 所以不管年紀、年紀、種族、性別、國家區域 停經前或停經後 之前的相關治療來講 或是原本身來講的活動的一個指數 這兩組的患者分布 其實都是相對起來是平均 那這邊有看到說 因為我們剛剛講的就是一些風險 就08期轉移大概4顆以上 或是1到3顆 或是你組織分級 之前有沒有做過化療藥物 K67的指數 對 這個都是希望這兩組 是沒有統計上的差異 才能代表說 你這樣實驗是屬於公平的分配 在臨床試驗 你要看到有效 通常有幾個重點 一個是說這個藥物真的要有效 你受案的要有嚴謹度要足夠 第三是病人數量要足夠 就算是要夠 才能看到有沒有它的一個效果 然後 他應該是屬於公平的 那這裡是雙方的 然後廣告 他應該是屬於公平的 然後廣告 他應該是屬於公平的